金曲奖35年 你们知道吗 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 我们都不要忘记 台湾加油 本来提到金曲奖最后台语转集 以前台港不贪不记得历史 提醒大家不贪求是应该政治无关系 转到是大家欢喜和拍摸了 也不过在金曲奖高峰粉丝专业就没去 这个文章有些条件的消息跟感言 也不过算没上警察的这段 六十天也没人都消息 网友就在说 不过金曲奖是买记得 也是怕去想到 现在连在台湾都不能说六十 没人发布怎样发表声明会系 说社群的发布人是配合点 有一个小编 打几点后冠军去面前 绝对不去三点尽好人发言 已经要求在面前全部都会放起来 总统六千多文阿西亚说 有些音乐我们听过就没办法 马来说的我们也没办法 会继续支付和捍卫 所有音乐人充足的自由 民主国家的基本信念就是要让所有的创作者都能自由的说 自己想说的话 更不需要自我审查 希望接下来主办单位都应该更有敏锐度 本来本名是本来的苦水 这几年只要参加社群 关心我们住民运动和困境之地 只空一七年 又在开着大天堂空间 要捍卫我们住民团统联系 三年前在教育金营兆 平心团大众 他又这样说 我们看着那么大的中国一直欺负我们 我们一定要说出来 要不然我们的创作到底要做什么 这次在金营兆 他也说他想要说的话 中国是起到 美朴现在找不到办法 中国他跟民态的国家也都没去 中国的朋友想要买 所以不敢说 关键是 说金营兆这些了不起了 没有免金营兆两件的事情 跟抗争会就是条件的 也还有人说 不然我边回报是在说什么 还有朋友说 中国都没有去金营兆 那去看过班内 真的没办法回来 这刚好 这次日会金营兆 中国官司都没来 许军没有办法来 所以由我来代替许军 说他的获奖感言 抗云实体最佳作曲兆 本来有新冲来台湾 所说念是有更做的等待 日会官王的求得 就已经告诉台湾 说身体没尽快 金营兆去中国 中国官七十年专门跟参加 当然让大家联想 民視新闻组合报道 台湾最好看的台记新闻 MOD请收看民視新闻台 MO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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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C